为了让新大实验龄规划更加完善 中兴大学近日来将新大实验龄进行重新整修 不仅在园区周遭种植罗汉松作为绿梨 也对园区内进行重新整理 但因为民众发现在门口设有仪式收飞亭的建筑 民众也对此感到担忧 现时习惯散步运动的地方 在整修完成之后不能如往常一样随时进入 对此普里证公所也表示 中兴大学日前规划园区整理之后 会与乡镇市公所合作 不定期办理活动 让实验龄可以活化 而收费问题 中兴大学也在进行校内讨论 而公所方面也建议中兴大学 针对园区内一些树木 能够进行渐检 确保园区内植物的健康 中兴大学他们自己来新办的 希望能够营造一个市区的一个 森林公园的一个环境 提供给民众使用 至于以后他营运的方向 有没有要收费 我们会促请新大来做一个说明 跟市民做一个说明 在这边也呼吁我们的新大 在园区里面有很多珍贵的老术 有一些生病了 希望新大能够本一专业的立场 请素医师来做一个诊断 先议员林方宇表示 中兴大学将新大实验林重新规划 让这片土地能够更完善 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而因为这片土地 以往都是民众散步休闲的地方 也建议中兴大学 未来一样能够开放给社区居民来使用 让民众也能够跟中兴大学实验林 共融共享 最近民众都会在反映 绿里种植下去之后 也做了一个大门 相对的也做了一个门禁 就感觉到 把这个大门关起来之后 是不是不对外开放 或者是你设了收费亭 民众会质疑说 是不是进到这个园区 是要付费的 地方上也希望说 能够规划好之后 能够像以前这样子自由的进出 能够提供给在地这些居民 民众一个很好的活动场域 副议长潘亦全感谢中兴大学 重新整理实验林的用心 也希望在整修之后 未来也能够开放给地方民众来使用 让社区居民在中兴大学的规划之下 有一个更完善的运动休闲空间 记者陈伟一 普理采访报道